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球迷还比较欣慰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 中国没进世界杯 完全不是能力上的原因 就是不幸 因为大家想 连意大利荷兰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都进不去 中国没进去 也说明不了中国没有实力 其实顺着这股思路想下去 哪一届世界杯 没有一两个强队暴冷 没有进入到决赛阶段 都有 所以中国每一次冲击都不成功 并不说明中国足球没实力 就是说明中国足球不幸运 有人说 中国不还打进过一次吗 打进那次咱们敬昆九弹 说明中国足球真没能力 我跟大家讲 你要这么想 中国2002年打进那次韩人世界杯 我们绝对分在一个死亡之组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输了个2比0 输了个3比0 输了个4比0 但大家想想 那个小组出现的两个是哪两个 第一名的巴西和第三名的土耳其 换句话讲 咱们中国是分在一个冠军和冀军那个小组里 不客气点讲 中国在韩人世界杯是有着全球第四的能力的 只不过被人全球第一和第三淘汰了 想到这儿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为中国足球解套的方案 中国足球搞什么从娃娃抓起 中国足球失败的根源根本不是能力 也不是没有名帅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足球不幸运 所以我认真建议足协 从现在开始 每天给每个足球运动员发两块钱 让他们去买彩票 哪一天中了500万 就说明中国足球真正从不幸走到幸运了 更有深者 上次我们建议 本次俄罗斯世界杯给中美两国发外卡 让中国和美国球迷去拯救一下悲催的俄罗斯经济吧 后来我一想算了吧 别拯救俄罗斯了 还是拯救拯救咱们自己吧 咱们姑且可以把真正的世界杯啊 称之为幸运者的世界杯 那么不是每一年都有很多不幸的吗 干脆我建议啊 中国就搞一届不幸者的世界杯 怎么办呢 把所有被世界杯淘汰的世界强国 什么美国 意大利 荷兰 加纳 智力等等吧 凑着十个八个队 全拉到中国本土来 搞不幸者世界杯 时间就定在跟幸运者世界杯一个时间 那个时候正好是国际比赛日 欧洲什么五大军赛也全停了 时间刚刚好 而且这种不幸者世界杯搞出来 以后中国足球就不用劳什么劲 每四年组织打预选赛 打决赛阶段 去冲那个幸运者世界杯 因为反正我们是这么不幸嘛 我们干脆跟国际足球商量 这个不幸者世界杯永远就定格在中国了 每一次都有这个直接参赛的资格 让这些不幸者都到中国来比赛 看看哪支球队最为不幸 有人说这么搞 中国足球也太不要脸了吧 我跟大家讲 中国足球输得连裤衩都不剩了 还要什么脸呀 其实我们的地区 有什么地方是没问题的 就是为什么要参照 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 有什么地方是 那种水 有什么地方是 可以